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头栽在方向盘上 但一只脚却牢牢地踩着脚上 如果没有这一系列关键动作 车毁人亡的悲剧不敢想象 如果没有这一脚刹车 油罐车爆炸引发的次生灾害不容低估 油罐车安全了 可年仅51岁的张善哲却再也没有醒来 也就十几秒的反应时间11月21日 辽和油田沈阳采油厂机动采油大队贯车司机 张善哲驾车执行运输任务时突发疾病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忍着剧痛将油贯车稳稳地停在路边 用生命保护了集体财产 和周围群众的生命安全 谱写了一句新时代的英雄赞歌 GPS背心车辆监控系统 记下了张善哲人生最后的轨迹 17时39分张善哲从沈四联合展出发 驾驶装在28吨热油的辽AW 8070号贯车驶往沈二联合展 17时44分张善哲的车 挺靠在新明市双城堡村 东南1.6路公里马路一侧打着双闪 18时5分同班司机发现张善哲时 他头倒在方向盘上 口鼠白目 大汗淋漓 瘟迷不行 但一只脚却牢牢地踩着脚伤 18时25分张善哲被紧急送往北部战区总医院 经脑CT及加强脑CT检查 诊断为脑动脉血管流破裂 医学上达到五级 已无法救治 辽和油田沈阳采油厂机动采油 大队副大队长王哲伟得到信息后迅速赶到现场 当时天已黑下来 车辆笔直的停靠在沥青路上 但车还没有来得及熄火 可见当时情况紧急 可能也就十几秒的反应时间 王哲伟说医生告诉我们 这种病瞬间发作 患者剧烈头痛 就像头要炸开一样 在如此危急关头 还能稳稳地把车停在路边 这得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力 如果没有这一系列关键动作 车毁人亡的后果不敢想象 提起事发当天现场的场景 王哲伟仍心有余悸 在现场车辆处于S1道中间 这拐弯处还有一百多米 而且当时马路只有六米左右穿 一侧是一米多的深沟 一侧是稻田的 如果当时车辆失控 或者停在路中间 满在热油的贯车 与对面行驶的机动车 发生碰撞或撞树轻翻路沟 极有可能引发爆炸 火灾 污染等恶性事故 妻子王春丽 他就受我们家的顶梁柱结婚 二十八年 在妻子王春丽的眼里 张善哲一直是个细致体贴的丈夫 他生活简朴 每天下班都按时回家 家卧活都抢着干 他就受我们家的顶梁柱啊 王春丽难言悲伤 声音哽咽地说 他是出了名的孝子 不仅对自己的老母亲孝顺 对待我的父母也是一样 我父亲有病在身 为了方便照顾 他特意把老两口从老家接到了我们身边 这一照顾就是十多年 来源 新华社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新华社远